所谓的善恶都不是本来面目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修行的第一个就是靠语言文字的佛法产生关照 所以叫做名字 一指圣言量的这些名字 名字在娑婆世界主要是靠听文 听文大成的政论以后 我们能够依教观心 开始回光返照 我这一念心 有时候起善念 当我去佛堂看到佛像 对佛像升起信心 升起惭愧心 升起无贪无嗔的心 但是当遇到染污的境远 内心也会起一些贪欲 称惠的欲望 所以如果经常观照我们的心 会发觉我们的心是不断的变化 有时候起善 有时候起恶 我们学过大成起信论以后就会知道 所谓的善 所谓的恶都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它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 就是过去业力所熏习的一种虚妄的功能 当我们观照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把这些善恶如梦如患的功能拨开来 就看到内心深处那个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的本来面目 一个清静的本性现前 你对这个本性能够直下承担 不负疑惑 你当下就能够直下承担 你相信这个就是你本来面目 所谓的烦恼是后来才有的 是你造业才有的 你没有造业之前 我们的本性是清静的 你就知道这个冰不是你本来的面目 你本来面目应该是个水 因为寒冷才变成冰 既然它是因缘生 那就表示它可以改变 也能够假急因缘而灭 这意思是说 假设我们的本性是邪恶 那就不需要修行了 因为你修行没有用 它本性是邪恶 你顶多只能把它压抑住 减少它的邪恶功能 因为你的本性是邪恶 你怎么能够改变呢 本性是清静 这个邪恶的功能是因缘所生法 它原生也就能够假急因缘而消失 这是一个根本佛法的理论 禅师在所有的禅师大德当中是非常精进的 赵州八十游行脚 只为心头为悄然 赵州禅师出家以后 到处参访善之时 一直到八十岁都还不能够安定下来 赵州八十游行脚 当然它不是攀缘 它是对内心什么是清静本性 我的本性是善 是恶 还是清静呢 这件事情还不能决定 所以只为心头为悄然 后来有一天 大概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 它在疗房打坐 它疗房前面是一片竹林 有人丢石头 刚好打到竹子产生啪的声响 它听到这个声响 突然间截断忘流 所有因缘所生法的妄想突然间消灭掉 它就讲一个寄送 踏破铁鞋无处密 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花了几十年踏破铁鞋去参访善知识 都不能很确定的明白我内心的相貌是什么 现在突然间觉悟以后 原来得来全不费功夫 就在你这个当下 莫向外求 这个地方 所谓的名字起信 是整个修学的一个基础 所谓的直下承担 不负疑惑